当地时间6月3日 美国政府正在着手准备对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 这将是针对部分全球最大的科技企业所展开的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调查 此消息一出 美国这四大科技巨头的股价纷纷大跌 Facebook股价到收盘时暴跌了7.5% 盘中一度跌幅超过了9% 谷歌姆公司Alphabet的股价也下跌了6.11% 亚马逊同样也在昨天遭受了重创 股价收跌4.64% 苹果公司也难逃厄运 收盘时股价下跌超过1% 加上美国奈飞在内 美国这五大科技巨头的市值 一天之内蒸发了1700多亿美元 1700亿美元什么概念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 作为大洋洲为数不多发达国家之一的新西兰 2018年其全国一整年的TDP为20599700万美元 也就是将近2060亿美元 美国政府这次可真的是给自己添麻烦了 这环媒正式开始调查呢 五家公司就几乎亏掉了一个新西兰 好气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科技的进步将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 带来很好的推动作用 而高科技企业对每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来说 也都是有十分重要推动作用的 科技企业通过科研 然后将研发成果应用到产品 再将这些不仅富含新科技 而且既方便又实用的新颖产品销售给客户 并将收入的一部分再用来投入研发 这种良性循环不论是对于用户 还是对于企业发展 甚至是国家税收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而最近美国对华为所做出的制裁举措 就是为了抑制华为的进步和发展 从市场需求和供货源等多方面来阻碍华为的收入 从而减少华为的研发投入 尤其是美国最担心的5G方面的研发 美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甚至不惜损失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收入和信誉 来阻碍华为 其实一开始 这些和华为有合作的企业 对于要对华为断供的决定是十分不情愿的 毕竟华为是自己的大客户 一旦断供 不仅影响自己的收入 而且还会对以后的生意发展带来影响 但在美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之下 这些企业也只能乖乖听话 但万万没想到 本以为好好听话就足够了 美国居然还对这些听话的科技巨头 进行了反垄断调查 真的是过河拆桥的典范 上演我打我自己 实锤 在美国 反垄断法的实施 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共同负责 他们分别监管这四家公司 亚马逊和Facebook由联邦贸易委员会监管 苹果和谷歌由司法部监管 其实早在去年6月 欧盟就曾向谷歌开出了创纪录的 24.2优元的反垄断罚金 随后7月份 谷歌因安卓系统问题再次领到 欧盟史上43.4优元的罚单 罚金创历史最高纪录 当然 这些科技巨头庞大的市场与科技影响力 并非特朗普政府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权 不理由 其实特朗普对硅谷科技公司一直心怀芥蒂 特别是当他发现谷歌 推特 Facebook等科技巨头存在压制共和党人言论的情况后 所以 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特朗普政府宁愿遭受经济损失 也决心要好好整治这些拥有话语控制权的科技公司 真的是为了给自己铺路 不惜代价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